大家好,我是老谭,欢迎大家继续收看Java项目实战开构网上商存 上一次课呢,我们对这个项目的需求进行了分析 我们使用的方式呢,是快速原型法 我们先通过浏览器来访问一些没有十字功能的页面 来达到理解项目需求的目的 那么本次课呢,我们结合着原型 来介绍一下这个数据库该怎么去设计 如果是从数据库设计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应该先去分析需求 然后呢,画出概念模型 也就是一按二图 接下来呢,再转换成物理数据模型 不过呢,这些都不是我们课程的重点 我们呢,将使用一个已经设计好的物理数据模型 再结合着原型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在实现这个功能的时候 需要有哪几张表 这些表里边有哪些列 这每个列,它的作用是什么 那么本次课的目标呢 除了能够对表的结构和列的作用搞清楚之外呢 也会呢,对整个项目的需求做进一步的解释 那我们呢,先打开Party在呢 这是项目的物理数据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 我准备了六张表 这六张表呢 虽然看起来很爽 但是呢,已经能够完成电子商务里边的核心业务逻辑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张表 用户表 用户表呢 这个里边的列呢并不多 我将几个比较关键的列呢 给设计出来了 包括有主件ID 这个ID呢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张表的ID呢 都是同样的类型 它是主件 同时是一个恰三二类型的 我们呢,将会通过程序来产生 然后呢,有 姓名 密码 手机号码 金额 头像 注册时间 以及角色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呢 头像呢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字符型的数据类型 这里呢,我们在实现的时候呢 会使用文件上传 然后呢,将这个地址呢 存在用户表的列里 而不会真正将一个图片 传到表里边存起来 注册时间这个数据呢 直接使用当前的系统时间就可以了 而角色呢 我们也做了一定的简化 我们呢,只通过两个数据 来区别一下 超级管理员 也就是能够进到后台去操作的 这样一个角色 以及呢,普通用户 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呢 就需要将这个角色的信息呢 存进去 这个便由我们区分 好,这个具体的值呢 在我做用户的注册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规定好 它对应的功能呢 一个是注册这个界面 一个当然就是登录这个界面 以及呢,在后台管理里边呢 有一个用户列表 都会涉及到刚才这个用户表 第二个解释的表呢 是商品的类别表 这一个表的列呢 非常的少 它除了有主件ID之外呢 还有一个名称和商品数 需要注意的是呢 这个商品数 在我们增加商品类别的时候呢 默认是0 而这个商品数呢 并不是指商品的扩存数 打个比方 如果有一个商品类别呢 叫电器 那我们呢 在电器下边呢 可能有三种商品 比如说 有冰箱 有洗衣机 有电视机 那么这三种商品呢 各自有各自的库存 但是呢 在我们这个类别表里边的商品数呢 应该是三 这是商品类别表 它所对应的功能呢 就是在后台管理里边 有一个分类类表 这个里边就会呢 查询出来分类的名称 以及商品的数量 如果我们要增加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个信息就可以了 只需要将名称存在数据库里边 默认情况下边 这个商品数 是0 这是说的 关于商品类别表 而对于商品表呢 是我们比较关键的一张表 这一个表里面的列呢 我也做了几大的讲话 因为在电子商网站里边呢 商品呢 是各种各样 那么每一个商品 它的属性呢 都不太一样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商品表呢 我准备了这么几个列 一个呢 当然就是主件ID 第二个呢 是商品的编号 这个编号呢 我们要通过某种规则产生 不应该呢 有用户去输入 第三个呢 是商品名称 第四个是商品分类 这个商品分类呢 它是一个外件 引用至商品的类别料 另外还有市场价格 以及呢 当前的售价 同时呢 还有库存 以及缩略图描述 这个缩略图呢 设计思路跟之前这个头像是一样的 存的是呢 上传图片的一个地址 描述呢 是一个sell up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 制服型的数据类型 这是关于商品表 它所对应的功能呢 当然就是在商品添加 以及商品列表 同时呢 在首页 也会呢 查询商品表 将相关的数据呢 显示在前台 这是商品表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地址表 地址表呢 是对于下订单 必不可少的一张表 因为我们下了订单之后呢 需要通过快递呢 送到我们手上 那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地址和收获人 以及有确的联系方式 所以呢 地址表呢 它应该是由用户来进行维护的 它所对应的功能呢 是在用户的会员中心里边 地址管理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就需要 能够去维护 有效的收获地址 这里呢 我准备了两个 示例 这两条数据呢 我们是应该通过下边 这样几个输入框呢 给输进去 所以呢 它的列呢 就对应到 有主件ID 有用户ID 这是一个外件 它引用之用户表 接着呢 还有收获人 这个收获人呢 它跟 当前登录的用户呢 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这里的类型呢 是使用的Vurcha2 5 这里呢 应该呢 使用稍微长一点 好 另外呢 邮编 还有电话 手机 审视区 地址 另外还有一个 是否为 默认地址 对于这里的长度呢 我们可以考虑 稍微长一点 比如说 这里 审 是否有默认地址呢 我们使用一个恰意 一个标识位 就可以了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呢 对于我们这儿的一个操作 假如我们有若干条 有效的收获地址 那么对于这个里边的默认 应该只有一条记录 换句话来说 当你将某一条收获地址呢 设为默认的时候 其他的应该都改为非默认的 好 这是关于这张表呢 我们要注意 接着呢 我们可以看 订单表 订单表呢 它的列呢 看起来比较多 它所对应的页面呢 应该是在 这儿立即购买 这个页面呢 就是添加订单的一个界面 那么这里有很多的选项 需要我们选择 最后呢 我们确认之后 可以提交订单 这个订单的信息呢 就增加进去了 所以呢 对应的列 肯定是要跟这个页面上的功能呢 进行匹配 我们可以看 有主件ID 有用户 这个用户呢 应该是下订单的用户 所以它也是一个外件 引用至用户表的主件 另外呢 还有下单时间 这个当然取的是当前的系统时间 还有支付方式和支付时间 在这里 支付方式 可以选择一个 而支付时间呢 有可能是当前的系统时间 也有可能呢 是货到付款的话 是由线下来进行更新的 就是快递员呢 拿一个Post机 或者呢 直接收取现金的时候 就可以呢 更新这样一个支付时间 还有发货时间 这仍然是由线下来决定的 我下了订单 不一定现在就发货 那么由 操作人员呢 叫了快递 那么快递呢 拿到这个货物之后呢 进行发货 而这个时间呢 我们应该计为发货时间 还有完成时间 完成时间呢 一般指收货的时间 一般收到货呢 我们认为 这一个交易呢 就已经完成了 收货地址呢 我们使用的一个 恰三二的外件 它引用至 地址表里边的一个主件 总金额呢 是指订单 所设立到的总金额 以及配送方式 配送时间 这两个呢 我们在界面上呢 都可以选 那如果说我们这两个 还不够的话呢 应该在后台 可以维护的 这里呢 我做了简化 我准备了两个选项 好 最后一个列呢 是状态 因为订单的状态呢 会比较多 那每一个状态呢 它对的业务逻辑 可能不太一样 它的值呢 我们也会在实现 订单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再做详细的规定 那有了订单 有了商品 我们就可以出现 一个订单的明细表 因为一个订单呢 它里边可能有多个商品 那这样的话呢 订单与商品之间 它很明显是一个 多对多的关系 一个订单里边 有多条商品信息 一个商品呢 可能 出现在多个订单里边 所以他们需要有 一个中间表 这个中间表呢 我们可以称为 订单的明细表 它主要包括的信息呢 有订单的ID 这是一个外件 会引用至订单的主件 另外呢 还有一个商品 这同样是一个外件 它需要引用到 商品表的主件 有了这两个信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确定一条题路 但是呢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商品的数量 因为对于订单来说呢 它可以有多种商品 那么每一个商品呢 不一定只买一件 所以订单明细里边 一定要能够将这个商品 数量呢 记下来 有了数量 有了商品 商品里边呢 还有售价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订单到底呢 总金额是多少 好 这都是相关的一些信息 在处理业务逻辑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使用的 那么对于数据库设计来说呢 我们在分析这个数据库的时候呢 实际上已经将这个业务呢 重新的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这一次呢 比上次课呢 分析的更加的细致 那么我们使用的方式呢 是这样的 这一个大的设计图呢 我们不一定非得的 将它全部产生在数据库里 我们呢 会通过功能 来一个一个呢 将表产生在数据库里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实现某一个功能的时候呢 我们再次对数据库里面的 每一个列 来进行分析 看该怎么处理 好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让大家能够对 这一个项目的 几个核心的表 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大家能够知道 这每一张表 它的作用 它到底存放哪些数据 到底呢 跟我们界面上的功能 哪个是对应上的 通常呢 也要搞清楚 这里面每一个列所代表的意义 以及表一表之间有什么关系 好 这是我们后边实现功能的前提 那么有了数据库的表结构 同时呢 之前我们也有了项目的原型 那么下次课呢 我们会开始搭建分层结构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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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